现在长江上第163座大桥正在开工 扬次港大桥它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索桥 在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修建桥梁 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和60年前一样 都是如何在河床上修建桥墩 经过数千年的冲刷和沉淀 长江下游几乎找不到坚硬的河床基础 于是工程师们采用一种叫钢沉井的技术来修建桥墩 十公里之外的工厂中 一个长77.2米宽40米高23米 重达6200吨的钢沉井被制造出来 利用气囊作为工具钢沉井被划入江中 然后被四艘托轮运送到现场 精确定位下沉到江床之上 钢沉井在现场被不断接高到50米 依靠沉井自身的重量是无法下沉的 18台缴吸机在水下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吸走底部的泥沙让沉井不断下沉 这样的工作工人们必须十分小心 稍有不慎钢沉井就会发生天移 那将是难以挽回的困局 经过168天的努力 钢沉井即将下沉到位 接下来一座240米高的桥塔会从这里升起 阳寺港大桥也将以1700米的跨度 成为中国悬索桥新的记录 从努力建造400米长的跨江桥梁 到可以从容建造跨度超过1650米的跨海大桥 中国只用了18年的时间 如今千米级的大桥在中国不下二十几座 而每一次跨越的背后 都是中国的工程师在桥梁制造技术上更大的突破 洞庭湖 中国第二大湖泊 连接东西部的国家高速公路杭瑞高速将穿过这片水域 一座巨大的悬索桥成为杭瑞高速公路 能否顺利穿过洞庭湖水系的关键性工程 洞庭湖二桥跨度1480米 有两座重量超过六十三万吨的茅定 两座超过两百米高的竹塔 两条两千六百米长的竹锁栏 和超过四点三万吨重量的钢航梁桥面组成 在中国悬索桥中跨度排名第五 现在茅定和竹桥塔已经建成 工程师们将要开始最关键的一步 架设竹锁栏 竹锁栏是悬索桥最核心的部件 它要拉起重达四万吨的桥面 并保证在桥梁正常使用的一百年里 不能进行更换 这个就是我们东京湖大桥的一个竹锁 竹锁栏的话是作为我们竹篮的 在它里的一个成立结构 通过竹锁栏将所有的竹篮的贺载 传递到我的索桥 我们的竹篮锁谷 举一个通锁的例子来讲的话 就相当于我手上的这一根绳子竹篮 有一百七十五竹锁谷组成 每一竹锁谷有一百二十七根 直径5.35毫米高强钢斯组成 和普通绳索相比 这座跨度一千四百八十米的旋锁桥 主锁篮制作要求要高得多 七百六十公里之外 决定这座桥梁命运的 就是这一根直径只有5.25毫米的钢丝 它的誉为旋锁桥的生命线 重达两万吨的钢盘条已经运笔工厂 接下来的每一步工作 都将决定这座桥的命运 这个是用于重庭红尔桥的盘条 这个盘条的直径是十二毫米 然后通过后面的拉斯基 这个九道石拉巴以后变成五毫米的钢丝 强度超过一千八百六十兆帕的钢筋 在二百米的距离内 被拉伸成五点二五毫米的钢丝 这个工艺技术 必须保持材料的强度不会降低 那我左手拿的呢 就是十二毫米的盘条 右手拿的是五点五的钢丝 这个拉巴完了以后呢 它都破掉了到了四雕端 这个四雕端什么一个概念呢 这么细的钢丝 可以吊起两台五人坐的小车车 钢丝穿过温度达到四百五十度的金属溶液 被快速堵上一层薄薄的防腐层 它要保证未来一百年时间里 这根钢丝不会被恶劣环境所腐蚀 它的使用设名要求达到一百年 这一百年中间它是不可更换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防腐质处理呢 就是在钢丝的表面 头部精力和精度层 钢丝被运送到另一个车间 接下来的工作将决定整座桥的命运 这一片呢 是咱们田索桥所谷生产的厚厂 在这里呢 有一百二十七个分支架 通过这一分支架以后呢 每一个钢丝呢 它有自己独特的路径 然后呢 向这边进入我们的汇聚区 到了汇聚区以后呢 所有的钢丝呢并动 最后呢在汇聚山那呢 形成一个一百二十七根钢丝 组合成的一个正六边形的锁骨 每根钢丝在大桥上 都精确地对应有自己唯一的位置 每一百二十七根钢丝 组成一个正六边形的锁骨 一百七十二个锁骨依次排列 组成了悬索桥最重要的部件 主锁缆 它将承担这座桥梁 超过九万吨的重量 经过六个小时的努力 一根长度两千六百米的锁骨制作完成 三个月后 这根锁骨被转运到洞庭湖 等待最后的安装 三个月后 这根锁骨被转运到洞庭湖 等待最后的安装 十五条路 再参照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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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一眼 四个月 林丁阳 中国南部重要的海湾 周边九个地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先进地区 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 但环绕林丁阳的交通体系 质顾了区域的进一步发展 打破这个不平衡的解决之道 是一座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 它将林丁阳东部的香港 和西部的珠海澳门连接在一起 驾车通行时间从四个小时 缩短至三十分钟 工人们要在九年的时间里 用五十五万吨钢材和二百三十万吨水泥 在三十五公里的海面上 搭建起一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中山制造基地 港珠澳大桥最大最重的一片钢箱梁 正准备装船运往施工现场 它长一百二十八米 宽三十八点八米 重量达到三千五百一十吨 足足相当于半个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港珠澳大桥的钢箱梁 采用先进的整体制造 和吊装施工工艺 这最大限度地降低海上施工的风险